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材料有五花肉 豆干 青葱 青椒 还有姜 那是不是就可以拿昨天吃剩下来的肉来做 对 这里的肉还不够 那我们还要再切一点肉下去 那如果我们没有剩下来的肉 就不能做回国肉了吗 不会啊 你就把五花肉 然后放一点葱 放一点姜 然后放到电锅去蒸 然后那个肉就可以当回锅肉了 那我们现在这里的肉不够啊 我这里要把这些肉再把它切进去啊 那回锅肉不能只有回锅肉 所以我们今天加了一点豆干跟青椒 所以回锅肉顾名思义就是 有两次烹调的概念吗 对 因为本来回锅肉 它本来就是利用剩下来的肉 剩下来的肉下去做的 你从冰箱里面拿出来 你今天没有吃完的蒜泥白肉炒一炒 也是回锅肉啊 所以陈姐现在是在切青椒 青椒它要去蒸便当起来会有一股香味 回锅肉的豆干要切斜的 要切斜的 对 要这样子斜切才好吃 我可以摸一个看看吗 来 真的耶 它是切一个很特别的形状耶 对 对 这样子跟回锅肉的肉片的形状差不多 你等一下熟度 起来的熟度会差不多 回锅肉它已经煮过了 所以它的油会被释放出来 所以我们要放一点点油下去 先热锅 稍微热锅一下 首先把肉放下去 好 你看 它这样子 它的油的温度也是差不多的 听到那个滋滋滋的声音 就是温度是差不多的 对 豆干 豆干就可以下了 对 我在外面看到的回锅肉都会颜色很深很深 那个是有加甜面酱 我今天没有加甜面酱 这样子肉也可以煎得酥酥的 稍微酥一点点 等一下吃起来 口感会比较好一点 你看这个豆香的味道 豆子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刺刺 豆干也有爆香 肉因为本来就是熟的 那我们是要让它肉爆香这样 可是我看不到那个豆干的颜色 你看不到豆干的颜色 对啊 你如果用轻的只轻到肉的 肉的要不要生 只轻到啪啪啪的声 对 那事实上它豆干已经统统上色了 现在已经上色了 对 它已经在会噴了 会噴了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加豆干这样下去 到会噴的时候就可以加豆干这样了 对 那不然它会油会一直噴上来 然后酱油下去 酱油 哇 糖 糖 那我们最后 最后快要起锅以前 再把这个青椒放下去 因为青椒它本身也是 也是 可以吃生吃的 那我们这样放下去以后 我们可以起锅了 可以起锅 已经可以起锅了 对 已经可以起锅了 所以它的调味料就只有豆瓣酱 跟酱油跟糖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对 那但是我们为了让它起锅以前更香 我会加一点点胡椒粉 加一点点 最后才加 你有没有闻到胡椒 有 胡椒粉 最后才加就是了 对 不过这道菜最重要的是 它起锅前要有一点点 一点点起锅醋 起锅醋 对 这个醋是要沿着锅边 沿着锅边 沿着锅边去淋下去的 让你 就是说 吃得到醋味 吃不到酸味 所以现在的火还是持续在开的 对 那我可以关火了 这样完成 这样就完成了 对 感觉很好吃 加入青椒 加入黑胡椒 加入醋 回锅肉 小配布 一 豆干斜切 与肉片同大小 二 最后加胡椒粉 增加香气 三 起锅前盐锅边淋醋 吃不出酸味 又可增加香气 吃不出酸味 一 Standard 咪咪咪